大家好 我是曹伟东 最近在俄乌冲突的正面战场上 乌克兰方面已经相继的使用了两种 西方给他提供的特种的弹药 一种就是急速弹药 还有一种就是俗称的脏弹 就是贫油弹 当美国英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这些弹药之后 乌克兰也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进行了使用 就是用腰乌口径的这种榴弹炮来发射 就是急速弹药 因为一般的说腰乌口径的榴弹炮 它的炮弹仅凭它的爆炸力 大概能够覆盖两个篮球场那么大的面积 就是上面的官兵可能就会被这一发炮弹全部保销掉 但是如果你要打急速弹药 因为这个腰乌口径的急速弹药 打这个就是榴弹炮打出去这样的急速弹药 可以有就是七八十枚这样的子弹药 就是分布杀伤的这个区域 可以说更广泛 因为它是一种面杀伤 就是指面积上更大的这种杀伤 已经在这个战场上进行了使用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所谓脏弹 平油弹 平油弹是用制造核武器的油二三八的下脚料 这个来提取的 因为油二三八它是一种放射性的物质 是主要做原子弹氢弹 做这些核武器的 但是如果咱们说 这个你要做核武器的武器级的这个油 它一般的这个就是浓度 起码要在90%以上 一般要达到93% 95% 这个才能做核武器 所以它是为什么要搞这个离心机油浓缩 就是要使它成为高浓度的这种油 那我们讲大家可能经常也听到说是有核电站 核电站用的这些燃料呢 其实那个浓度5%啊 就是它不是武器级的 它不需要那么高的这个浓度 它只要5%就可以进行这个核电 就发电了 其实这个平油弹呢 它为什么叫平呢 平就是非常少的意思啊 那它的这个就是放射性的就更低 它呢并不是要利用它的放射性 而说呢要把它的就是这种平油 这种物质和其他的合金混在一起 形成啊这个穿甲蛋 因为加了平油 也就是油238这样的材料的做的穿甲蛋 它的硬度和这个燃烧的燃点会更高 那如果用这样的穿甲蛋 比如说这个它就可以穿透 像埃布拉姆斯挑战者 这样重型坦克的装甲啊 那这样的话呢 在相同的距离里边 用穿甲蛋的话呢 平油弹很显然它的穿透力是非常强的 就是你打不穿 同样的这个装甲 它可以打穿 而且呢一爆的时候呢 这个燃点啊 也非常高 可以达到2000度 那这个在这样的高温下 这个金属都要融化掉 你不要说人了 所以它杀伤威力非常大 但是呢 皮油弹使用之后 就是它会对土壤 对这个地下水源造成污染 因为这个放射性物质的半摔期啊 它很不一样 有的短的 只有一秒来计算 而这个长的呢 是以这个万年 甚至是一年来计算的 所以它会遗留下来 很大的灾难性的后果 那么受到国际上的 这个谴责和反对呢 主要是因为 它会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会破坏啊 就是这个战后啊 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 当然在使用的过程中 也会对这个被打击的 或者使用的官兵的 这个生理上的这个健康啊 造成损害 所以受到这个损失 那我们看就是目前呢 虽然乌克兰已经使用了啊 就是急速弹药和平油弹 但是从正面的效果来看呢 也就是正面战场的效果来看呢 并不明显 因为它并非是一种对称式的作战 就是当这个乌克兰的 这个重型坦克和俄罗斯的坦克 相对峙的时候 它可以用这种平油弹 来打穿对方的装甲 而说它在进攻的过程中 可能就先被对方的这个地雷阵 把履带给炸坏了啊 那坦克他没有履带就能腿瘸了 所以停在那里 这样的话呢 对方就可以打击他 而他就成了一个固定的目标啊 只有被打的份 而自己呢 还手的力量啊 就没有了 所以他并不是一种相应的 就是对称的这个力量 所以在这个俄乌冲突中呢 无论是英国的挑战者二 还是德国的鲍石堂 都是世界上非常优秀的坦克 但是在前线的战绩并不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并不是说就是某种武器装备 它的防护好 它的火炮这个口径大 它的速度快 就可以在战场上 取得更优秀的成绩 这个只是雷台赛 就是对等的条件下打击 你这样比拼啊 这个数字 或者是性能是可以的 但是一旦到战场上 它变换了环境 变换了条件的时候 那它取得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